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換MacBook Pro的電池 這就是我從MacBook Pro拆下來的舊電池,已經發張得很厲害了 我們先看看舊電池的數據 循環次數是561次,總充電容量是4652mAh 原廠Apple電容量是6559mAh 即是說已經損耗了1.3的電 畢竟用了6年,是時候都要換 我們先找電池型號,我們有兩個方法可以找 第一個方法就是在電池的正面可以看到電池的型號 第二個方法我們可以上網找,我會去ifixit.com找 例如我那部是MacBook Pro13寸,2015年初的型號,是A1502 如果去到ifixit.com就可以找到我們的電池型號,就是A1582 找完之後我們就可以上網找適合的代用電 那我就在淘寶找的,國外的朋友也可以去Amazon 或者之類的網店找的 那我就在淘寶上買了這一款叫做CMP的代用電 選擇它是因為它的評價也不錯,而且價錢也不太貴 但有人問,為什麼不拿到Apple去換呢? 如果你的AppleCare未過期的話就可以免費更換 但如果過期的話就需要1548元港幣 但比起自己換的價錢就差很遠了 那這些代用電呢,如果你是買有牌子的話 大概都是400-500元這個價位 那我買這顆代用電的時候剛剛就碰到淘寶有優惠 所以就會再便宜一點 那如果外國的朋友在Amazon買 就因為它的運費的偏差可能會有少少貴一兩百元 那我在影片的描述都留下了相關的資料 那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參考一下 好,小不宜遲啦 首先我們就開箱的備用電 那後面就著名了的型號是A1493或者A1582 那就是適合我們用的 那是7000mAh的電 那比原廠的就多了400mAh 那黑背那裡是我不小心弄髒的油漬而已 那打開盒子之後我們就會看到一些工具 然後拿開面墊就有一份說明書 那說明書上面就印著每一個步驟是怎樣做 那這個位置我就覺得是非常之貼心的 那我們一會兒都會跟著它去做的 然後就是兩支專用的螺絲批 那就是P5和T6 那因為MacBook的螺絲都是專用的 那所以他送了兩支螺絲批給我們 那我們就不用騙外再買了 那另外還有一支筆形的鏟 那是用來叫起的那些接口或者是鏟膠值用的 然後就是備用電 那備用電的正面和背面都有膠片保護著的 而背面呢就有自帶的黏膠 那可以方便我們去連絡那個MacBook Pro上面的 那接著就是一開盒的袋子了 裡面分別就有大鏟啦 屏幕保護紙啦 手套啦 接口的保護貼紙 說明書 保用登記卡 和兩塊膠卡 那我在這裡先給大家看看 那個安裝流程的說明書先啦 那首先我們把電腦關機先啦 然後再用專用的螺絲批打開MacBook Pro的底蓋 那因為螺絲有大小不同的 那所以我們就要找個盒裝號 和記下大小螺絲的不同位置 打開的中途呢 你已經見到我的機背是被彈起了啦 那你已經看到我的機背是被彈起了啦 那結開之後呢 就會見到漲了的電池 那雖然是還用得 但是這樣就能用得 那這個漲法呢 都一定是危險性的 那所以我們最好就換了它啦 那揭開了我背板之後呢 我們就會見到MacBook Pro裡面的零件啦 那視乎你部機用了多久 或者在哪個地方用啦 那你就會見到有不同厚度的灰塵 那有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用紙巾 或者用掃去弄走那些灰塵 那接著我們拿一本說明書出來 看看它下一個步驟是什麼啦 那下一個步驟呢 那下一個步驟呢 就是把電池貼紙揭開 然後貼紙下面呢 其實就是一個電池接口來的 那我們就可以用筆形的橙來揭開這個接口 然後再下一步呢 就是拆開兩邊的揚聲器 那這個時候呢 要注意一下 因為揚聲器固定的三顆螺絲呢 都是不同的 那外面之後不記得呢 最好就是找張紙 去寫下它們的位置和它們的大小 然後就是中間有一塊鐵片 那這塊鐵片呢 那這塊鐵片呢 不是所有的機器都有的 那說明書上面都說呢 那如果你沒有這塊鐵片的話 其實就不用離開了 那把鐵片的螺絲鬆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筆形的橙 來揭開那個接口的位置了 那拆電池呢 其實有兩個方法的 那第一個呢 就是直接用鏟鏟 那但是就不建議用這個方法 因為實際太浪費力了 那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用溶解劑 那有三種常見溶解劑 我們可以用的 第一個呢 就是酒精 那好像我手上這支 就是80%濃度的酒精 那用的份量呢 都不是太多的 那第二就是用酒精初手液 那其實現在呢 應該每家每一戶都有這個 而第三種呢 就是Ace 通 就是丙酮 那其實呢 一般西甲水都有一種成份 那但是就不建議大家用了 因為它是有毒的 而在通風的地方才可以用 那如果吸入過量的話呢 就會令身體不舒服的了 那最後呢 我們就試用酒精和初手液去做給大家看 那首先我們揭開這個螺絲 然後把屏幕保護紙呢 蓋在屏幕上面 因為如果我們用溶解液的時候 不小心把溶解液滴到屏幕上面呢 那就會有機會把屏幕表面那層 防圓光 即是Anticlare的塗層破壞了 那這個呢 就是說明書 如何拆除電池的指引 那我們看完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拆電池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會比較一下 用酒精和用初手液的分別 那其實用力上來呢 酒精是比較容易用的 因爲它會流入膠裡面 那但是相反初手液呢 你就要首先塗在膠卡的邊邊 讓初手液直接接觸到膠才行 而初手液呢 除了酒精之外 還有其他液體的成分 那如果不小心弄到電子零件的話 就要馬上用光布抹乾淨了 那如果殘留在電子零件上面呢 就有可能影響機器的運作的啦 所以如果有酒精的話呢 那用酒精就比較方便 那而且用量呢 也都不是太多 我想我總共都是用了10秒左右而已 然後就是中間的部分 都是一邊用初手液 一邊用酒精 我們先將我們剛才橙的兩塊東西呢 就先掀起了 那因為中間那部分的電池 我們有些位置是落不到溶解液的 那我們就先橙起了中間可以落到溶解液的地方 那剪完之後呢 我們就慢慢站在中間的部分 那然後呢 剩下的那些膠呢 我們就用溶解液 慢慢地橙起去 那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先前呢 現在漏了一顆螺絲 那我現在鬆開了那顆螺絲 那我們就完成了拆電池這個動作的啦 那拆了一個電池下來之後呢 通常都會有些膠織在這裡 那我們呢 都會用這兩種溶解劑去試一下清理的 那其實這個部分是很簡單 而且呢 其實不用清得太乾淨的 因為我們之後呢 用那顆新電池呢 它背部都有一些黏膠在這裡 那是整幅蓋著MacBook Pro 那所以呢 就不需要清理得那麼乾淨都可以的 那最後呢 那我們就用乾布或者紙巾 抹一抹那些欄的位置 因為有時候呢 我們用酒精啊 或者那些雜手翼呢 會不小心地震到那些欄的那些欄的位置 那呢 如果酒精呢 它的濃度高就會灰發 那可是如果是雜手翼的話呢 因為它濃度低 然後呢 會有其他液體在那個雜手翼裡面的 那所以如果不小心觸碰到那些熱體的那些電子零件的 那是很容易會有問題的啦 新电池的背面是自带黏膠的 可以撕开胶片之后就直接使用了 不过因为为了方便 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容易拆 所以我就不用那个黏膠 我就会用双面胶纸 首先我们将电池放在原生的位置 我们先不要拆过黏膠 把两边的喇叭都放在原位 因为有时候被用电的手工做得不好 所以我们要这样去对一对位置 确定好电池的位置之后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用双面胶纸固定 如果你是用黏膠的话 你就撕开背面的胶纸 然后用黏膠粘在煲泡就可以了 然后就将电池的胶片 即是表面的胶纸固定 然后把之前放的螺丝都放上去 因为不是每一个位的螺丝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在收到螺丝之前 就要注意一下 究竟是否在使用黏膠粘是对的 上完螺丝之后 就将所有的接口都拌回来 电池供应的部分是最后才拌的 最后上完所有的螺丝 插上所有接口之后 就可以试一下背盖 到底是否可以扣得中间的两个扣位 插完背盖之后 其实我们不用上螺丝 因为我们要反转着机身去试一试 究竟是穿还是不穿 试了之后 如果那个机能开得到 其实都要试一试喇叭 因为喇叭有机会在我们弄的时候 会有些受损或者什么的 那你就要试一试喇叭 看看左右声道是否正常的 OK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背盖的螺丝都上回去了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我新的电池的容量 和它的使用次数 你看到 那个容量 就是7000多mAh 其实是比它更大 比我们的数 然后那个循环次数 就是0 因为第一次用 所以我们就要做一次calibration 那么calibration的动作是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首先我们就把电柱满柱到100% 然后就再额外充多两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正常的用 用到它自动关机 再等多5个小时 就可以完成第一次的电池校正 即calibration 然后再充电就可以正常的用 其实整个换电的过程 就用了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 试完两种溶解液之后 其实发觉都是差不多 而且代用电根尼那本说明书 令到我很轻松的 就可以跟着去完成 那个换电过程 最麻烦的地方 反而就是要留意 那些螺丝的大小和位置 至于拆出来的构电池 就最好拿去附近的回收中心回收 千万不要直接把它扔进垃圾桶 以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其实这段影片我是10个月之前拍下的 即是我的电影已经用了10个月了 但是电用到现在都没什么问题 好了 今天就分享着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我会尽快回覆你 如果你觉得这段影片有用的话 那你就帮我赞一赞 或者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 拜拜